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之后拼得很凶了 刚才这一下脚下差点半个算 两个人在抢手的过程当中 重心都控制的不是太好 按正常情况来讲 这个大个子打小个子 两个人重点的争夺是在这个距离的控制上 大个子要把自己的战术支撑在打这个中远距离上 距离拉开 而小个子则是要利用自己的速度和灵魂想办法钻进去打 嗯 漂亮 哎哟 一个礼刀 在中国教当中叫德河 这种摔法 这几年老伴也都学会了 以前他们根本就不会 这都是典型的中国教里头的东西 两个人打把 说实话 都是够硬了 注意听口令啊 裁判没有喊开始 第一回合为裁判一致判定蓝方 或训练 好 来看第二回合 上来就是一个后手拳 集中对方面门 你刚才拿了两分 这一下全找不回来了 这个接腿虽然没有成功 有点可惜 双方同时倒地 恶不得分 这两个选手说实话 全腿是真硬 你看这个小鞭腿啊 真是就像一个鞭子样 啪一下就抄着去了 升转升压呀 还有最后一分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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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腿要接成这样 确实是想不倒的很难了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十秒钟的时间 哦 这转身边扯啊 在这种距离上实际上是很难打好啊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2024国际武术园整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一场男子56公斤级的三打的比赛 好 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五位裁判也是一致的裁定蓝方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确实蓝方的这个鞭腿的击打效果要更加的出色一些 这样的话 印度选手 好 好